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前锋政治台 我是SamuelD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不是单一的关系 还是多国架构下的关系呢 在统派可能是认为是单一的关系 但是站在其他的国家 统派以外的国家都会认为这应该是多边的一种关系 因为台湾的关系 假如戏仪台湾跟中国单一关系的话 台湾是迟早是洋路虎口的 今天在日本的大选过后 安倍这一位曾经被马恩九国民党政府放鸽子 看不起故意冷落的安倍先生 他又当上了日本的首相 这下子那就可热闹咯 安倍先生我们都知道 他素然以一个保守派的鹰派 这种角色来登上日本的舞台 在我们这边的台湾很多台湾人 台湾相信都希望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为唯有日本强大能够捍卫自己主权 亚洲才会带来一个稳定的和平 不然的话面对中国这种流氓国家 你越是软弱 可能你越糟糕 今天在日本大选过后 也很多的报章杂志 电视等等在讨论日本的关系 当然讨论当然没有韩国的多 但是这里面讨论里面 我认为罗福全先生 他讲得非常好 罗福全教授他本身 他讲的话他的语音方面 你可能听不太习惯 因为他是用日本语的结构来讲华语 假如你听不习惯请你忍耐 那假如你听点习惯 那我可以说你是受日本教育长大 听不习惯的话 你可能受国民党的白痴教育长大的 像我就是白痴教育长大的一分子 所以我听起来有点吃力 不过练习听你会习惯 在这个访谈里面是由舒炳教授 在美国岳阳访问 在台湾的罗福全教授 罗教授他本身也曾经担任台湾体制外 中华民国体制内的驻日的大使 算是台湾的知日派的一分子 他对于日本的大选有精辟的分析 这个访问是经过广播的 而不是没有影像的 所以各位乡亲各位朋友 在这个12月25号这个佳节 您大可休息一下 眼睛闭起来 好好的享受你的咖啡 或是你的明茶 好好的喝上这一杯眼睛 闭起来好好的欣赏 来聆听罗福全先生 他如何针对日本的一个选举的结构 向舒炳有一个深入的讨论 以下我们就来欣赏 来聆听这一段 舒炳教授在声音广播公司 来访问罗福全先生的一段谈话 那我们这一集声音很荣幸邀请到我们之前台湾的驻日大使 罗福全罗大使 罗大使的背景非常惊人 他在那个时代算是台湾很优秀的知识分子 罗大使是留学日本 找到田大学 之后到美国念的是美国长春藤大的那个低流学府 U-PEN 然后主攻的是经济系 在台湾普遍政治人物都是念法律的背景之下 罗大使的背景其实很特别 而且罗大使在成为政治人物之前 其实是很出色的学者 罗大使主要是服务在那个UN的University 对于很多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很深入的研究 那我们今天请到罗大使主要是要请罗大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政治 尤其是日本上个礼拜刚刚选完第46届的众议员选举 然后选举的结果有重大的改变 那所以现在也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让大家一起来认识日本的政治 大家好 罗大使 其实我觉得说包括我自己 可能台湾人大部分对日本的政治不是很了解 那所以我们要谈日本选举的结果之前 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主要的政党 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然后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那我们在台湾可能最常听到的就是自民党 自民党 罗大使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自民党 这个自民党当然是 只要是二次大战以后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冷战的结构 那冷战 冷战的结构的时候 这个住民党可以说是完全是亲美派 所以是比较保守 所以是比较保守 因为有这种结构 这个自民党在日本占卧 执政了差不多五十年 他有他这种背景 所以有些人把自民党比造成台湾的国民党 这样恰当吗 我想这个是不大一样 因为国民党是从中国大陆的统治 来到台湾 变成一个一党不大的专政 但是日本战后是一个民主主 这自民党完全是选择的一个政党 这是不一样 就是他不是靠独裁长期执政 也不是靠戒严长期执政 那这次被轮替下来的政党叫做民主党 罗大使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民主党 这个民主党是差不多二十年前 有各党派的很多人 社会党里面还有自民党里面 因为在1990以前 日本的政党是一种ideology 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 一方面是共产党跟社会党 一方面是清美的保守党 但是到90年代以后 左派势力完全消退 所以可以说进入一个 现代化的两党政治的开始 其实他们是政策上不一样 但是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不同 所以民主党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左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对台湾的政策跟自民党是差不多一样的 不会差太多 所以民主党有一点像党外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非自民党的党外的组合 对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好像英国这样子 是一个民主体制下用政策认战 占不同的立场 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 反共还是亲共这样子 了解 那这次当然大家新闻看很多 就是这次的选举有一个新的政党叫做维新会 罗大使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维新会 这个维新会是一个两个势力的阶层 一个是大阪的这个市长叫做乔本 其实呢他是以为这个战获日本政治是一个中央这个专制 所以他希望地方的权力可以提升才能达到国民的福利 所以这个跟东京都的都知事实言 他是一个政治家以前也是住民党 这两个不抹而活 OK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希望地方的力量可以提升 不要中央过分的这个专制 了解 所以他是大阪市市长跟东京 他叫大阪跟东京都督长 两个政治势力的结合 有点像台湾的台北市长跟高雄市长的结合 可以这样讲吗 对 OK 那这次一直在说那个自民党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 其实在讲这三分之二的时候 通常都还加了另外一个党的国会议员叫公民党 那罗大使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公民党 这公民党是一种日本新的宗教团体 所以它本身是一种新的宗教的激活 所以它党很少但是非常团结 OK 所以有点像如果有一天持季如果创一个党 它就有点像公民党可以这样讲吗 对 OK 那我们之后还会讨论到一个党 比较特别的党叫日本未来党 这个党它似乎是一个 我看它的党刚第一条就是主张反合 那罗大使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未来党 这个日本未来党 老实讲是非常仓促的成立的 为什么 非常很短的时间成立的东西 因为这个党所是一个女性 是家庭 它是一个京都附近的一个县叫做自家县的县租寺 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成员是民主党里面小泽伊朗 他率领六十几位自己的国会议员脱离去参加 所以日本未来党有点是小泽派的势力吗 对 但是这个家庭一开始就讲你可以进来 但是你绝对不能领导我们 不能主导 那我们刚刚在介绍政党的时候 我们一直提到左右 那我知道左右这两个字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定义都不太一样 在美国左右通常指的是 比较社会主义路线或比较自由经济路线 那台湾的左右是什么 可能我不知道很乱 那我们这边日本的左右主要是怎么区分 现在老实讲 我以为这个左右已经跟以前的左右不一样 好比讲共产党跟社民党两个加起来 在日本不会超过3%的支持率 所以他跟传统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左 可能日本的左不是这样定义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脱离战获很久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政党 但是呢 好比讲 英国的工党是比较 所谓性 顶多日本的这个左派 是差不多跟 不会站在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但是呢 希望多半民生的福利 所以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但是日本的幼好像是比较强调国家主义的幼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nationalism的成分的幼 这个也可以这么讲 好比讲这次安倍 老实讲 提示这个国防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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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呢 有人以为他是这个右派 其实呢 这个也是不一定 不是一个完全的右派 还比较你刚才也提了 他变成右派并不是将中国敌对 嗯嗯 所以他是要希望提升以平等的关系 跟中国建立关系 简单讲就是要把日本变成正常国家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等一下也许可以多讲一点 就是日本战后的宪法 宪法第九条 这个是美国给它 你日本不能再建立一个国防力量 嗯 嗯 这个 他们以为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可以 只有日本不能有自己的军队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 老实讲 安倍经货 一个 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说现在日本的左右 它其实不太是社会主义路线 跟自由经济路线的左右 它有相当程度 它所谓的左右 是沿着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这个ideology 来分左右 可以这样说吗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一个所谓左派 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民生 民生的福利的一个政策 好比较 好比较 现在日本 可以说是老年化 嗯 这个失业率也是相当高 所以当然 在这方面 希望提升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 日美关系是 美国 日本占获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日本安全的提升 但是现在日本的 美国的力量慢慢衰退 所以很多人希望 日本可以自己站起来 有人以为 这个是一个右派思想 其实这两个题目 并不能说是 完全一样 一定一模一样 了解 那 在日本 现在每个国家 都有一些 政治上的 那个 hard topic 像美国可能 最近就是 同性恋 然后 离婚 或甚至最近 枪支管制 那 日本 有沒有类似什么 这样的 政治上的 hard topic 各个不同的政党 很明显 主张不一样 我想 这个 这个问题 日本 这个社会 到处非常 harmonic 真的 他比较 同性恋 是不是能够 结婚 这种 以及 在日本 好像 还没有 成熟到 一个 不同 政党的 一个 见解 所以 基本上 这个社会 要从欧美观点来讲 是比较保守 就是说 他基本上在 意识形态上 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对中国的态度呢 对中国的态度 就是说 各个政党会有不同吗 这个 当然 第一个 极端 的一个例子 就是 社会党跟共产党 他都希望 那 日本 日本绝对不能有自己的这个军队 这样子 对 世界 对日本的和平 才有帮助 了解 但是这种 只有现在是差不多3%的人 这种想法 但是一方面呢 就是说 是不是 对 尤其最近两年 中国对这个 钓鱼台 的这个 当然 立场不一样 但是他用的手段 是 完全是一种挑拨性 嗯 这一点呢 日本 拒误了 所以我想 安倍在竞选的时候 提示国防军 提示要修改宪法 都没有受到批评 了解 所以 所以 以这次选举来讲 中国因素算是重要的议题吗 是一部分 一部分 因为 就是 中国 日本是不是 经济上 长期衰退 而且 国防上 是不是要受到 这个 中国的威胁 都是 国民在心中 有不安的地方 了解 那我把它总结一下 感觉 就是说 日本政治上 主要几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 对美国的态度 对中国的态度 经济的发展 还有 是不是要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 这几个 我总结算是 这次选举上 比较主要的议题吗 我想是的 这个 其实 民主党 并不是 并不是 没有同样的抗法 但是 民主党 给人家 有一种 没有信心 那安倍 讲出来的时候 人家以为 安倍 给人家带来一个信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好 那个罗大使 我们来谈一下政党轮替 那我想要谈的是两次 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介绍 自民党的时候 有曾经讲说 自民党曾经在日本长期执政 我这边的资料是 他曾经长期执政54年 除了中间有一年短暂中断之外 但是三年前他被政党轮替了 那罗大使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三年前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长期执政54年的自民党被政党轮替 这个是因为在2001年时候 这个自民党一个很强力的首相叫做小泉 他上去执政了差不多五年 将近六年 这是战后第二个最长的一个政权 但是之后他交给安倍 安倍一年以后他用身体败下来 然后接连四个自民党的人都是做了一年 所以人家对这个自民党的执政的能力 表示怀疑 所以上这个民主党上来 但是民主党上来 因为民主党是一个很短期的结合 里面有不同意见的党 所以这个一上去呢 好像对这个揪三 就对中国完全是一个妥协的一个立场 他就下来 那这管制人他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到这个野田的时候 其实野田这个人我看起来是不错的人 但是因为党内还有小泽派 所以民主党里面就是 以前的小派进来都要发挥自己立场 所以完全没有这个执政的能力 并不是一个执政的方向臭 就是没有执政的能力 所以才会打下来 所以民主党这次被轮替 可以简单的说是因为内斗吗 这个不是内斗 是国民对他们没有信心 但是是因为他们里面太多党派互相斗来斗去 导致国民没有信心 对自己丑相的一个立场 三年前自民党 就是说小泉曾经这么强的一个强势领导 为什么突然日本民众就对自民党失去信心 这个老实讲 要是回忆小泉讲了一句话 她说我的做法就是要把自民党搞垮以后 产生新的力量 所以小泉是自民党的李登辉就对了 所以小泉对自民党其实有一些不满 不满 而且他最不满就是自民党里面老大的一个党派 要支配自民党 所以他就反自民党传统的大佬政治 派伐政治 台湾叫派伐政治 对 所以小泉她是因为要改革自民党派伐政治 所以就等于给日本的政治一个机会 虽然代价是自民党的下台 对 了解 所以我们大概谈了两次日本政党轮替的原因 再来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 自民党这次再执政 尤其是安倍在执政对台湾的影响 这边我有些看法跟罗大使分享一下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安倍 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的政见是对中国强硬 然后主张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所以很多的评论都觉得说安倍上台之后 应该中国可能有得瞧了 然后可能台湾会对台湾比较好 但是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历史 我觉得政治其实它都有它诡异的地方 比如说最近美国 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美国面临一个财政的危机 那解决财务危机通常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增加税收 一个就是减少支出 那刚好美国的两个政党就是各主张一个 民主党是主张要增加税收 共和党是主张要减少支出 那尤其共和党他希望减少支出 大部分是社会福利相关的支出 因为这个符合共和党的意识形态 就是说小政府 然后自由经济 但是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美国的分析 他说欧巴马虽然是民主党的总统当选人 但是欧巴马可能比任何一个人 都有机会删减社会福利支出 反而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是 米特朗尼赢得选举的话 搞不好社会福利支出 共和党还砍不动 原因是因为这些社会福利团体 还是说一些主张要有社会安全网的这些公民组织 跟欧巴马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欧巴马他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 反而比较不会受到批评 反而是米特朗尼如果真的减少 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这个就是政治上诡异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安倍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安倍他是 比较对中国比较强硬 但是安倍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当首相 他之前也当过首相 我们如果回顾安倍在当首相的那段时间 很多人都说安倍当首相的时间 是中国跟日本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 而且看起来安倍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他然后因为他跟右派团体 还有右派势力的关系良好 所以反而他是自民党第一个可以不去参败禁国神社 没有遭到严重批评跟反弹的人 所以我想请教罗大使的就是说 如果根据我们刚刚这样的逻辑就是 你的Political Platform虽然是 是对中国强硬的 但是通常反而你对中国 因为你的这个强硬的背景 反而你对中国比较有这样的空间 其实我再讲一个例子 美国通常共和党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 但是我们若回顾历史 美国跟中国关系的突破 大部分都是在共和党的总统的主导之下完成的 比如说中美的建交是尼克森 他是共和党的总统 所以安倍再次执政 真的会像大家预期的 中国该紧张 然后台湾会有好处吗 这个你刚才讲的话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这个安倍这个人 有人说是他是一个反共 有人说他是一个对中国是强硬的态度 其实我以为这个好比讲他当初像的时候 就是小泉有五年没有去六年 将近六年没有到北京去 双方过空喊话 甚至于中国发动在上海的反制的一个运动 安倍上去以后 第一个老实讲 据我的消息是北京要他去拜访 那拜访之后安倍说是 好我二期拜访24小时 但是三个问题 你不能问我 坚国神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他去24小时的时候 中国向他完全没有提出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 大概是历史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 这十个问题 他去拜访24小时的时候 都没有提出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发觉 跟日本首相没有五年去拜访 并不是对中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为日本这个民意呢 85%以上的人讨厌中国 这样子 中国老实讲 是不利的一个情况 了解 所以他希望 那小泉 这个 小泉余霍的安倍 我以为用一句话 Firm but polite 他中国立场非常坚定 但是他的这个处理的态度 是非常温和 所以这个是安倍政治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了解 绝对不会改变立场 但是呢我希望跟你对话 OK 不过因为讲到安倍访问中国 我就想到 通常日本首相 其实这种外交访问 其实他也是一门学问 他通常也释放出一个讯号 通常日本首相上台之后 通常会先访美 再访中 但是安倍好像是 在还没有访问美国之前 就先访中了 这个我可以讲一个过程 就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他2006年9月20号 要就认首相已经决定了 我10月4号跟他吃饭 我说你当首相以后 我就不能这样子随便要跟你吃饭 那时候我就说他提示一个对台湾的一个立场 我说是你当首相以后 你会到美国去拜访 会到欧洲去拜访 所以我请他说是你要到美国拜访的时候 希望你说是把日本怎么样子看待台湾告诉美国 这样子呢比我们台湾要告诉美国都非常有利 他以为他的重要盟友对台湾的看法是这样 而且到欧洲也是同样的 你告诉欧洲的人日本怎么样看待台湾 这样子欧盟不会卖武器给中国 他有这样做吗 当然他虽然不说我要做 其实大家晓得因为我跟他关系不错 去年我请他来台湾 罗大使是台湾跟安倍关系最好的人 不过就是说 但是他明明他晓得我是台独分子 而且他来台湾的时候 如果跟蔡英文是一个在野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一起上台 他都不会感到要回避 但是这样呢 他并不是说他就去骂这个马英九 不会 他也去拜访马英九 所以安倍的人这个外交所管是非常好 非常高明 那刚刚总结一下我的了解就是 安倍他可能在有一些行事主义上的做法 搞不好会有一些让步 但是就罗大使对安倍的了解 他在对中国的原则性问题上 应该是很坚定 那这些原则可能包括台湾地位 还有对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坚持 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他在台湾演讲的时候 他说日本跟台湾没有邦交 但是日本跟台湾有对民主主义 Democracy是共同价值的一个同盟 是一个民主的同盟 民主主义 就是说他以为台湾东南亚的国家 印度都是Democracy的国家 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价值观的一个同盟关系 了解 那所以安倍当首相之后 对台湾真的会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吗 我想这个 因为日本要是就台湾问题 跟中国过分妥协的话 那会改变亚洲的现状 了解 所以其实我以为美日同盟 是一个亚洲的一个 安全和平的一个公共财 Public goods 他们都是将中国当作敌对 但是一个黄波体 万一要破坏这个亚洲的现状 说他们有足够的力量 的balance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但是呢 你有这个balance of power 才能 这个跟美国说是 今年说是 balance 亚洲是完全一样 所以小泉到安倍的时候 他曾经告诉我 说是这个 这个 日美同盟 是日本外交的主轴 所以解释是 台日关系是日美同盟的原上线上 了解 而且他是日本过去首相 访问美国最多的一个首相 安倍是访问美国最多的首相 常常去 OK 所以对台湾主要的利益 就是说 安倍他在美日同盟上的立场 是非常坚定的 然后又把台湾当作是美日同盟的延伸 对 所以 所以至少 至少 No news is good news 他不一定 会有什么立场的重大改变 但是他会坚守 这个保持亚洲 态势平衡的这个立场 对 所以这个要是我进一步讲 他以为亚洲的和平 就是要维持status quo 南北韩的关系 这个 这个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还有南海的岛鱼 还有这个东南亚到印度洋 都是要保持这个status quo 但是要是status quo破坏的话 亚洲的安全就受到威胁 不过就是说 就台独人士来讲 也表示 是不是同时也表示 他不会突然冒出来说他支持台独 他这个 这个是一个国家里面的问题 他不会去干涉这个 他主要是说 他不讲 2007年说 在联合国 这个联合国的秘事长 潘基文说是 台湾是中华人民国的一部分 日本多数说是 这个跟那个1972年 决议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我记得 这个我记得 这个8月13号 潘基文向美国说是 从今以后 我不会在联合国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OK 这就是status quo 所以 所以在 所以在 就是说在这个 中国 因素在台湾越来越强的时候 能够维持status quo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不错的消息了啦 其实就像罗大使来讲 要追求台湾的国际地位跟主权独立 其实真的要努力的是台湾人 不要去依靠外国的首相或政治人物 来帮台湾达到国际地位或是主权独立 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 反过来讲 要是这个马英九的政策 是要慢慢的倾向中国的话 就是会破坏到亚洲的现状 了解 那安倍他基本上可能也是会反对 对 好 那谈到安倍 我们可不可以来讲一下八卦 就是大家都说那个就是罗大使有提到他 他去年有访问台湾嘛 然后就说马英九政府好像没有派公务车 或是派外交人员陪他 让他自己坐计程车 有这样的事吗 这个事情当然是报纸上报了 而且这个这个肖美琴也讲了很多次 我以为这个第一个外交人员的疏忽 这个外交人员的疏忽 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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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呢 安倍 对这种事情他不在意 真的 真的不在意 真的不在意 所以他对刑事主义看起来是没有那么看重 对对对 他个性好像是这样 所以这个这个人就是 不会疏忽忽 不会疏忽 不会疏忽 而且呢 他以为政治上的一个大的架构非常重要 不要为了这个小事情 把这个好像他就 亲难一方面就很对 其实不一样 但是呢他这样讲老实讲 我对你马英哲正前我是very very polite 但是呢 也是希望你不要走收入 哈哈哈 不过反过来说 外交上其实 所有的形式都是有意义的啦 就是说我罗大使真的觉得这个只是 外交人员的疏忽 不是马政府在释放一些讯号吗 因为同一个时间 陈云林访台 还有一些中国二等三等的官员访台 都很大阵仗啊 所以啊 这个老实讲 一个 我以为 这个 日本的安倍 他有一个大国的风度 他不要用这个小的事情 但是呢 他基本上他的态度 人家都晓得 为什么 一个在野党 一个台独单位 邀请他 他会来 他就不回避 不回避这个问题 但是一方面 你做错了 我也是一个洋洋大口的一个风度 也不计较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马英九政府难道没有透过让安倍 中国话叫穿小鞋 再释放一些讯息吗 所以这个就是 表示马英九政权的人 是无能 即使你心里这么想 你也不应该这么做 而且还做得这么粗鲁 对 对 好 那 我想要谈一个 可能 大家在分析 日本这个选举 比较少谈的问题 就是反核的议题 因为日本福岛才刚发生 大概不到两年 但是我的感觉 就是说好像 核能这次不是重要的议题 我这个观察对吗 这个可以说是老实讲 这一次选举所有的党 有几个是要马上停下来 那其他政党都是十年二十年 这样子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日本比其他的国家 需要核能的一个理由 因为日本 百分之九十九的这个能源 都是靠进口 所以核子能老实讲 对他们现在是非常重要 他们当然几个政治家 看到好像德国 经过那么多年 他才转变这个 对核电的立场 核电的立场 所以他们非常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在理想的时候 你应该停下来 这个是很理想 但是实际上日本经济 依靠这个核能 大概百分之 我问掉了 大概百分之二十还是三十 就是比台湾高很多 台湾大概十二而已 高很多 所以呢 他不过他以前以为 他这个 对付这个核能的这个安全 是比任何国家好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地震 改变他们以前的这个信心 打击他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 把以前他们想象中的安全问题打破 所以他们才面临 但是这个面临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决定 所以我想所有的国民都希望 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完全把他推出这个核能 但是是不是现在就做 这个在经济上恐怕做不到 所以他也没有变成一个选举的重要议题 对 因为各党的主张差异都不大 是这个原因吗 对 对 所以这个未来党说是要马上停 了解 但是未来党因为 他的这个政治执政的能力 没有得到国民的信任 所以就没办法 那我们就来谈一下日本未来党 日本未来党 大家都说这次选举 民主党大败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席次 真正大败的可能是日本未来党 日本未来党本来有61席 这次选完剩下9席 他大败的原因是因为他反核吗 不是 都不是政治执张 是人家以为他没有执政的能力 就是民众对他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完全没有信心 但是他上一次选举拿到61席 61席相当于这一次民主党的席次 是等于是第三大政党 对 61席只要是小时候 小泽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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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发动这个年轻的女艺员 所以叫做欧阳修人 欧阳修人 所以这些欧阳修人 表面上好像是比这个自民党老政治家 好像可以让他们做做 但是他们一上去以后 这几年完全没有表现 所以这一次 不是这个未来党崩溃 是小泽那一开始崩溃 了解 所以其实不是因为反核 是因为小泽势力消退 所以日本未来党大败 对 好 那因为罗大使是经济学的教授 是经济学的教授 然后Yupen的PhD 那我们来谈一下日本的经济好了 日本好像这20年来的经济一直都出问题 就是成长停滞 然后薪水也停滞 其实台湾越来越像过去20年的日本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 来了解一下日本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能对台湾也有一些帮助 那对日本的经济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有兴趣 那我看到比较多的是 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叫Paul Kruman 克鲁曼 台湾叫克鲁曼 克鲁曼他基本上是凯因斯学派的 也就是说他主张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应该透过扩大政府支出来解决问题 那克鲁曼其实写过很多文章 劝告说日本光低利率不够 最好是有办法把实质利率变成负的 这样才有办法解决日本的问题 那当然这就基础的那个 总体经济来讲是不难理解啦 就是你的利率越低 就会促进消费或经济活动 那感觉这次安倍晋三当选之后 他就推了一个经济政策 他要扩大日本的支出 然后发行国债 好像安倍是把克鲁曼的建议给听进去了 甚至安倍的语言基本上就是凯因斯学派的语言 他说他的经济目标是 以通货膨胀达到2%为目标 大家可能很少听到说一个经济政策 他的目标是以通货膨胀率当做指标的 基本上是非常凯因斯的想法 那我有两个问题要请到罗大使 第一个就是说安倍这样的经济政策是对的吗 对日本的经济会有用吗 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20年来 一直都没有其他的政治人物实验凯因斯学派的做法在日本 其实这个您问的问题都非常广 第一个我当然我认识这个Paul Krugman 但是我自己的我是比较喜欢Stiglitz 这个Columbia大学 他也是2001年拿诺贝尔奖 其实Stiglitz跟Paul Krugman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不过我基本上是这样想 就是说日本政治经济有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构造上人口高龄化 而且这个日本以前在国际上有竞争的这个产业 慢慢的给这个其他国家 尤其中国输出所代替 所以因为日本经济跟美国不一样 就是他要靠输出来支持美国的日本的这个经济 现在在国际上竞争力衰退 而且这个国民的这个竞争力因为老年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新的一个警戒 所以简单讲他的经济不是内需出问题 是外销出问题 外销也出问题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政策 你是讲对 安倍是主张 好比讲 第一个 你刚才讲的第一个 照安倍我的看法是他要日币贬值 日币贬值的话 它会增加它的输出的力量 了解 所以 美元现在贬值很大 那欧元也贬值很大 就日本变成避险天堂 大家都买日元 就日元拼命的升值 对对 所以他老实讲 现在我报纸上看 他要请这个 严陆大写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可以拿诺贬值 就是哈玛达国际 冰田好义 他东京大写是我的classmate 他请他要来 他这个 这个哈玛达主要是反对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现在的政策是稳定汇率吗 他非常保守 安倍以为要鼓励输出就是要日币要贬值 印钞票 其实是最近这两三年来全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哈玛达韩国就做了这个事情 当然他不是只有这个手段 他你这个日币要贬值的时候会改变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结构 就是因为日本是对外贸易立国的一个国家 所以哈玛达韩国现在中国输出输加起来是GDP的50%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大的 那现在 所以日本他第一个要 要增加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量 那货币政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 这种政策以后呢 就带动你刚才讲了 他说维持这个 通货膨胀率2% 对 因为恐怕这个支持会做过分的支持 我想第三个 我以为这种政策是不是会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跟日本这个公司都到中国去投资 那要是日本有竞争力的话 这些可以回流 所以我对台湾也是同样的主张 这就是说 因为现在世界的impalance 因为人民币低估 低估 我曾经估计人民币应该对美金是1比4.5才对 现在还6点几 以前是8点几 所以中国是完全控制这个汇率来加强它的竞争力 但是这样子已经差不多十几年 世界上的imbalance 所以现在美国市场也不好 欧洲市场也不好 那这样子还有输出的空间吗 所以这种因为日本是靠输出立国 所以它一定要增加它的一个输出的能力 那第一个就是日币要贬值 那第二个呢 这个是台湾也是一样 这是短期调整 但是呢 长期以来日本台湾经济都是技术立国 你要是技术消失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是没办法 对 我觉得这个 你要是输出增加的话 可以提升这个技术的一个升级 企业对这个世界升级 这一点老实讲 我对台湾也看不完 台湾过分投出这个中国以后 在国际上失去这个竞争力 以前20年前45年前 台湾经济是走在这个韩国前面 现在台湾经济是走在韩国后面 我们现在都在帮韩国代工 对啊 而且韩国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基本薪水是3万5 我们这里2万2 所以这十几年 当然我们现在是讲日本 但是台湾也有 没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产业空洞化 技术没有升值 很多那个产业链的地位 被其他国家取代 对 而且台湾更糟的就是 把这个台湾的技术免费拿到中国去 日本不会 所以台湾更惨 因为这连点把200几个 这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就拿到免费 那你自己就 一个技术立国的国家 是实际技术的意味性 当然是台湾自 现在是走下坡 但是 日本 我觉得这个 日本这个国家 老实讲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 明治维新以来 这个日本这个国家 它比较上一次的大地震 文明的这个态度 都非常镇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是安倍这种政策下去 日本绝对 会跟上来 有可能会有改变 有改变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 安倍 我昨天报纸看了 他叫哈玛达回去 我晓得 他对这个 日本银行的这个 货币政策非常的不满 了解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所以我想 安倍 第一个会做的 就是最后面 那为什么 过去 没有其他首相 想要走这条 印钞票 日币贬值 扩大内需 这条路呢 这个 日本 很多政党 都没有这个 经济专家 OK 哈哈哈 但是我看克鲁曼 大力几乎 已经大概好久了 应该十年有了 所以 而且 日本银行 喔 长久以来 是会受到非常 这个震动 因为它非常稳定 嗯 其实 政治上 改变首相 这个 日本银行是非常中立 了解 但是 这一次是 过分的保守 带来这个 日本的问题 了解 好 那我想我们进到最后一个 一组问题 就是 我们讨论日本的选举 最后还是希望说 到底日本的选举 能够给台湾什么样的 启示跟功课 那我们刚 罗大使其实已经有谈到经济方面 就是说 经济方面 可能 日本的 现在这条路就是 短期 靠日币贬值 刺激出口 然后长期 提 技术升级 这个可能是 台湾也可以学的路 那 除了经济之外 比如说选制方面 日本的选制 是不是跟台湾也有点类似啊 就是 单一选区 两票 所以 赢者全拿 所以他 有时候 得票率相差不多 但是席次会相差很多 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老实讲 我在国外待了46年 才在台北定期下来 我对台湾社会是非常的失望 尤其是选制这方面吗 就是 政治的这个架构 台湾的这个社会 非常的松绑 非常的松切 对 不过每次在提到台湾的选制 有票票不等值 然后单一选区两票制 造成得票率跟席次落差过大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但是日本也是这样啊 哈哈哈 这个 这个 老实讲 日本这个国家 从民族维新以来 就是一个 以为 日本 在世界上 不能 一定要 比人家有表现 就是要变成强国啦 他们有强国意识 对他这个 国民这个 相信力非常的强 嗯哼 但是我觉得台湾现在是 相信力 啊 啊 不要说啊 啊 这个 国民党跟 民进党的立场 就是他比较 啊 行李朗 造与中国 投资 有时候你觉得 欸 他是一个 利益优先 并不是 国家优先 哦 台湾是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啦 所以 所以这一点呢 啊 我想是一个 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那 在站在这个上面 来 谈这个 台湾到底要 要跟中国合并 还是 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啊 而且 好比讲 啊 你们这个时代 好比讲这个 啊 野百货的时代 造成一个 一个 啊 改变台湾的一个 一个 那一下子 又好像 这个 学生运动 又没了 又没了 那 现在 我看起来 欸 又有一点出来的样子 一点出来 但是 这个就是 关系到 在野党 一个 leadership的问题 嗯 在野力量啊 不一定是政党 对 你这个社会 有这种力量 但是呢 那未来台湾人民的幸福 是哪一个方向才对 嗯 他不讲 他就讲这个 啊 这个台湾跟 跟中国以前是 啊 什么样子 啊 嗯 没有啊 你对中国人民是 什么样子 啊 啊 你还跟他 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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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往 哎 这个 应该都是利益啦 那那个 罗大使我想 时间差不多 我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 在台湾 常常有 我常常听到一个辩论 就是说 你看日本是内阁制嘛 然后他们都会笑 笑说 你看日本的首相 每个都是短命首相 除了小泉座 五年多之外 其实基本上 他们大概一年换一个首相 所以 台湾有一些政治评论家 或是政治学者 他会觉得说 内阁制这种 不稳定 政权不稳定的状况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但是 就台湾来讲 你觉得咧 就是说 内阁制 导致的政治不稳定 真的是一个缺点吗 你的看法 我觉得不是 这个是 民族制度 需要复制的代价 当然 你看英国 所以 我老实讲 结论 我是希望台湾 变成一个内阁制 就是 要不然 你一个总统做不好 你要等四年 才能改选 对 马英九现在还做不到一年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 一个没有民族基础的国家 需要一个独裁 但是呢 台湾这种国家 即使是付出一个代价 即使日本付出一个代价 常常流流 这样也是一个民族制度 内阁制度 是民族制度 比较好 美国是一个总统制 但是美国总统是对国防 对外交 内政上 他是一个州政府 权力很大 所以这样子才能够 而且 当然 美国是一个非常民族的国家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台湾 我是主张内阁制 即使是混乱 也是一个内阁制 能够随时改变 而且人民的审判 会马上出来 就是说 你这样对政治人物的监督 反而力道是更强的 尤其台湾是一个危机社会 而且政治 就是说社会常常要面临 新的挑战的国家 事实上 我也是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你如果能够让政治领导人 常常有机会更替 搞不好 反而比较容易 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 所以这个 当然 老实讲 我回来以后 我觉得虽然民进党 这个小 不是小数党 但是 我对于这个 我们 这个小数的这个 我们立法委员 我是非常欣赏 我觉得他们都 都非常发挥 一个 反而是 天王方面 比较 好像 有问题 这个 这些这个 国会议员 我觉得都非常好 你是说 党中央比较有问题 是不是 就是 固定一个 领导 这个 是 好想 尤其这个 造成党派 这个是不大好的 老实讲 所以 所以其实 内阁制 虽然 其实内阁制 也不必然 常常换隔魁 才契尔 就当了19年 所以 其实也不必然 只是说 在 我觉得内阁制 它的制度 可能 本身是可以 对执政者 有比较强的监督 因为你随时 有可能下台 对 对 而且对每一位 国员的这个 这个 建设力量 比较大 嗯 现在他比较 马英杰底下 这些国员都不好 他反正 他就一手挡住 哈哈哈 因为这些国会议员 也没有真的 有能力吗 你在内阁制的国家 你真的很有能力的 国会议员 你就可能就是首相 对 所以 但是 我觉得 每一个国员 他的政策 对不对 这个 在内阁制的反应 比较 比较快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好比讲台湾 你看那个 林医生 放得出来 你马英杰一手挡住 而且把媒体挡住 现在都 人家都不在提 其实台湾的 国会议员 才100多个 日本众议院 有487 所以照说 台湾的国会议员 应该大家要很清楚 哪一个国会议员 他主张是什么才对 但是在台湾 几乎是不存在的 就是说国会议员 是不会有自己的主张的 对 所以这个 老实讲 国会议员 才是真正这个民主体制的一个代表 所以 罗大使是比较支持内阁制 不过台湾 台湾要走这条路 我想可能还是很远的一条路 那最后 罗大使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个 亚洲整个的局势 台湾 其实我常常讲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是整个亚洲 所以 我觉得这个 现在亚洲 我说安倍说是 亚洲是Democracy 国家里面 它是从印度到 现在的印尼也非常好 那东南亚好像 这个 越南 菲律宾 都跟中国 都是 yes yes no is no 非常 那日本也是一样 所以中国 只有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人家打一个question mark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台湾的问题 要国际化 人家才会晓得台湾的声音 要放在多边架构上看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对中国 其实是有很多国家 对中国 中国也要面对很多国家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罗拉斯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这就是声音 各位相亲 各位朋友 相信这段谈话 会让各位对日本的 一个环境 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 的的确确 台湾绝对不能绝于 美国日本之外 也唯有美国日本的强大 才能够保障台湾的安全 不对中国所并吞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